雞蛋滷到入味 戴著口罩還能聞到香氣 指揮中心放寬超商防疫措施 以後想吃哪一顆 你可以自己挑 疫情前超商單日賣6萬顆茶葉蛋 配合防疫改電源夾 民眾怕麻煩 數量掉到2萬顆 這回放寬 業者看好業績回升 不過 基本的桌面消毒 共用夾子不定時清潔 一樣會做 熟食熱狗機 關東煮也會陸續恢復上架 但有早餐店業者還是很謹慎 我們早餐店的話 其實我們暫時還不開放的話 客人他們帶著走 還是很方便 那過一陣子應該也會開放 如果說很正常的話 可能再觀察個十來天看看吧 餐飲取消隔板和1.5公尺 社交距離限制 但早餐店客群外帶多 暫時不敢開內用 餐飲夜小心松綁一步一步來 娛樂場所倒是樂見開放 麻將館第一次得戴手套摸牌 讓牌友節儉們 三連新聞領域者曾家宣 台北報導